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凭借自身努力 最终也能富贵满盈 却也有人一生穷困潦倒 今日 我们从手向来看一下 哪些人财运好 财富多 一 看五个手指的情况 五个手指并拢无缝隙 表明这种人很能守财 反之五个手指并拢起来 缝隙越宽陋财就越严重 就算赚钱再多 都难于存钱 要尽早做好理财准备 一般来说 手指修长的人 往往在艺术方面有很强的天赋 并且能得到一定的名声和威望 这类型特征的人 这种手向的人 追求精神主义 渴望权力 喜欢高高在上的地位 对钱财却不计较 花钱很随性 所以赚不到钱 二 看大拇指 人的大拇指第二关节 这个地方是表示财运望衰的 此处无论是横纹还是直纹 纹路越多表示积攒的财富越多 这种人多靠勤俭制服 大拇指节第二节指付中的横纹 手财纹 有这种手财纹的 通常是能够手财的 理财能力也很好 会知道如何管理钱财 选择适当的投资 网格纹是大拇指下面的纹路 越密则越有财运 网格纹在这里的朋友 表示其人财运旺盛 赚钱比较容易 不论是上班族还是做生意的人 都会遇到好的赚钱机会 三 看拇指 如果人的拇指上有一条横纹的话 那就说明此人有异性缘 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 往往都是由桃花来的 例如男人可能娶到很有钱的老婆 或者女孩会找到有钱的男人 人的拇指与中指之间 是代表勤奋与否的 如果这二指之间有细缝 说明此人善于思考 做事缜密 勤劳努力 所以将来必能出人头地 而有所成就 当然财富也会旺 在人的拇指根部 穆星秋比较发达的人 这也是主财运的地方 穆星秋在首相学称为训工 也叫钱财工 这种人运势较好 因此财运必佳 穆星秋宝气色血色良好的人 财运必然旺盛 这种人大多是商业发家 四 看无名指与小指 小指根部水星秋与无名指根部太阳秋之间的部位如有出现十字纹 表示亦有意外之财到来 这种人会有意外发财的机会 比如买彩票中奖了等等 小指与无名指中间的下面的斜线称之为钱财文 钱财文如果比较多 并且比较清晰 代表着有较强的理财能力 擅长理财 特别是在生活上 能精打细算 不会盲目开支花钱 总能把钱用在刀刃上 五 看手掌的厚薄和软硬 手相学上 手掌的厚薄代表一个人福分的多少 手掌饱满肉厚 并且张开手掌心能自然形成凹坑的人 是手才多福的手相 手受血无肉 掌心平平是月光足 花钱如流水 赚不到大钱也守不住财 拥有一双有弹性软绵绵的手属于人生富贵的象征 如果在厚实的话 则代表着财运上比较丰厚 在理财上也比较有智慧 很有经济头脑 同时 他们在财运上也有好的运气 生活档次也比较高 手硬的人脾气倔强固执 虽然做事容易一根筋 但优点是工作上坚持执着有耐力 手硬而厚 可以白手起家 坚持努力后获得财富 手硬而薄则固执己见 事业上容易做错决定 而导致一生贫穷 六 手掌有理财文 在手掌感情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文叫做理财文 有这种文的人通常是替别人理财 或者是大公司里面的会计 通常帮人理财 当然 自己也会投资理财 因此不会缺钱用 七 手掌有志 手掌有志手掌的志一般都是属极志 手掌心的志代表志且负 代表你很聪明将来会富有 八 有多条事业线 事业线是从掌心底部 延伸至中指缝隙处下方的一条笔直的线 多条事业线是指事业线旁边有些虚线 斜线往周围延伸 这类首相的人懂得东西多 专业技能很强 虽然工作辛苦但是收入回报也大 九 智慧线明朗深长 首相学上认为 智慧线明朗深长的人将容易获得成功 智慧线又撑头脑线或思想线 其不但能够表现一个人的智慧 同时还代表着其思考能力 自我控制力 记忆力 应变能力 以及创造能力等等 而智慧线明朗深长的人 往往能够在这些方面表现得不错 因此 他们在做事情的时候 往往能够轻松地获得成功 能够轻松地赚大钱 时 太阳线清晰深长 太阳线又叫成功线 也就是位于无明指根部 并一直往下伸的那条纵向延伸的线 它代表一个人的人缘 名誉以及成功 所以太阳线清晰深长 表示人缘家 做事容易成功 而往小指方向延伸的支线 为财运线 因此有这种首相的人 通常贵人多 理财能力强 有商业头脑 所以变身成大富翁的几率非常高 第二 首文很乱代表什么 中国相学认为 女人掌文细如乱丝 是属于善良的好女人 情感细腻 多愁善感 多烦忧家庭 而西方相学认为 戏文在掌中纵横交错 表示其人困恼烦闷 神经过敏 性情烦乱 这里面有个共同的地方 就是在情绪方面都想得比较多 所以活得简单一点才够洒脱 古语有掌乱心乱 掌清心清之说 很多富豪的文献也是很多的 和苦命与否是没什么关系的 手掌文乱的人 大多容易心事不宁 一天烦恼 尤其是手上横线多的人 更是老觉得自己处处不顺 命好命苦全是心态问题 手文乱说明你太乱 爱胡思乱想 考虑这考虑那 总觉得不合适 但又想不出来好的主意来改变 看见没有 你现在心就很乱 乱得担心这担心哪的 你需要放下 有颗平静心 别再乱想就行了 关键在你哦 比如说病人不听大夫话 不知道忌口 那就是灵丹妙药也无用 看手掌文理乱有几种方法 一是麻衣神像 二是台港现代文理法 两者差距不大 现在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 是大众接受的 在一般人的角度来看 掌文乱主心思乱 心绪多 常常有庸人自扰 患得患失的老毛病 不过还要看三大主线 智慧线 感情线和生命线 如果这三大主线清晰有事的话 问题不大 如果三大主线模糊不清的话 其人一生只能用一团糟来形容 这代表着你一生比较辛苦 而且是有主见 那些生在三大主线上的支线分项上 和向下以及横切 向上主增强作用 向下主降低作用 横切的主破坏作用 在医学角度来看 说明你思维活跃 脑力有能力想到很多方面的事情 但是过于杂乱 不集中 心不大静的表现 所以静心 集中某一两个主题 能助你取得进步和成绩 掌纹是由于手掌的活动 与姿势有关 另外跟遗传有一定的关系 如果要消除的话 可以通过美容等方法 当人操劳过度 营养不良 生病 中毒都会引起手掌纹的改变 当手掌出现 颈字纹说明 你的抗体很好 当手掌出现S纹或S纹中 一条横线组成X纹 说明你有可能患有癌症 一般健康的人通常会有三条主线 第三 手纹狠乱的化解方法 一 多参与社交 不管任何形式的社交 都尽量参与 有助提升人际关系 为自己制多点 与人多相处的机会 性格也会随之有正面的转变 二 培养兴趣 手掌乱纹多 手掌纹很乱的人 一般比较心散 想法亦多 但不专一 如果能找到一项适合个人发展的兴趣 有助培养专一的能力 三 适合晚婚 则偶时最好选择较年长的 或离过婚的 早婚一跟伴侣发生摩擦 所以建议晚婚较为有利 第四 手掌纹各代表什么意义 文献名称 文献所代表的意思 观察内容 一 生命线 生命的活力与气场环境 此人的健康状态和生命力 二 智慧线 性情与适当的职业 此人的性格与适合的职业 三 感情线 感觉和感情与性情 此人的性情与感性 四 生活线 社会生活的能力 有关社会成功事迹种种 五 太阳线 运势与运势的变化 弥补生命线的运势 六 健康线 身体及对别人的影响力 健康程度及是否有人缘 七 希望线 努力与成果 是否达到理想 希望 八 特殊技能线 可能有一技之长 手艺或技艺才干 九 财运线 财运的多与少 赚钱或发财的倾向 十 婚姻线 姻缘与异性交往 与异性朋友恋爱 结婚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